嗨,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橙子姐姐 今天橙子姐姐和多拉艾梦带你们认识一种非常新奇的动物 这个动物遇见什么颜色就会变成什么颜色 大家猜猜这是什么 哎,打对了,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变色龙 变色龙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只要待在什么位置 它就会变成这个位置相应的这些颜色 它到了苹果上就会变成红色 到了香蕉上当然就会变成黄色 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会变呢 那我们先打开 发现里面有一个小盒子 盒子里有一只可爱的变色龙 然后当然还有它的家 它家里有一个小,有两个小零件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零件是什么 哦,是一只萌萌虫 是和它在一起的吗 哦,可能它们是小伙伴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只小变色龙 真的 是不是真的会变颜色 哇 这是什么颜色啊 黄色 它在黄色的桌子上就会变成黄色 诶,那橙子姐姐来试试 放在别的颜色上 是不是相应的就会变成别的颜色呢 哇 变成了蓝色 我们再试试 哇 它变成了一个粉色 接着 它又走 哇 绿色 接着来 紫色 红色 又到了黄色 哦,原来小变色龙真的这么神奇 它走到哪里就会变成别的颜色 嗯 橙子姐姐来试一试 它在橙子姐姐的身上会变成什么颜色好吗 不行 它在身上不会变啊 不行 在别的地方没有效果 哦 在明显的地方才会有 在明显的地方才会有 哦 是这样 感应的 好 那橙子姐姐 开什么 好 那橙子姐姐现在来试一下别的东西 它是不是也有一样的感受能力呢 我们来试一只小猪子 哇 真的就变成了绿色 嗯 橙子姐姐再找来一个别的色卡 哎 这个试试 哇 黄色 对不对 是不是很神奇 嗯 它难道 它能 它能够根据周边环境的颜色 变成相应的颜色 我们再来看一遍 黄色 爬呀 爬 爬 哦哦 蓝色 接着走 哦 美粉色 哇 这么开心 说明 它特别特别喜欢这个颜色 走 哦 看来它并不是特别喜欢这个绿色 走 哦 它特别特别讨厌这个紫色 哦 我觉得它很喜欢这个红色 对不对 它叫得很开心 哇 这个就太开心了 都笑得呵呵 好 小变色龙 已经认识了所有的颜色 小朋友们是不是也认识呢 我们和哆啦A梦一起 把它放回窝里 让它休息一会儿吧 啊 它现在想睡觉了 安静的休息一会儿吧 小变色龙是不是非常可爱 小朋友们想不想也要一个 这么会认识各种颜色的小变色龙呢 那你们把它带回家吧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你拍照吗 好 好 谢谢大家